那关心八仙城报意外 至今有五人罹难 在慈济医院治疗的黄小轩 昨天过世 遗憾的是来不及向妈妈说再见 慈济外科医师王树伟 就在脸书上面有感而发 他说如果烧伤严重 是否先不要插管 因为这可能就是病人和家人的最后道别 八仙城报事发超过半个月 总计无死 从第一位死者李佩云到第二位刘志伟 第三位陈天顺苏家生和最后一位黄小轩 除了超大面积灼伤外 也因为第一时间就插管治疗 五个人中只有陈天顺病况一度好转 和家人能短暂说话外 其余都插着管直到生命尽头 此际整形外科医师王树伟就表示 如果可以最好在插管前留点时间给家属 我们一定要先给他一点时间 跟他家人讲讲话 不然这些病人如果插了管子之后 因为大面积烧伤 其实会存活的几率都没有到很高 至少不要让家属跟家人有一些些遗憾 王树伟在脸书 抛文指出过去在烧伤课程学过 如果患者烧伤面积大于90% 还能和家属说话时 就不要先插管 因为这很可能就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 但如果太晚插管 又可能因喉咙肿胀插不进去 时间该怎么拿捏好 成了最大关键 有时候你烧伤很严重的话 五分钟十分钟内就会整个肿起来 病人就会走掉 如果说他今天吸入状况没有很严重的话 我们还可以稍微先观察一下 等到他如果血压浓度真的开始有变化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不能再等 就赶快帮他查管 美汉治爱家人 受到话一旦发生遗憾 恐怕再多后悔都难以挽回 王树伟建议日后如再有 类似状况或许治疗缓一点点 遗憾就能跟着少一点点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